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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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看政府剛出的171,300人住在劏房的研究 我覺得永遠在這些研究做出來,任何研究都一樣 既然我們做了研究,任何研究都一樣 任何解決都未必能套出 算了,數字組出來讓大家開心一下 而且我覺得不斷地去爭論 可能會拖慢了那個處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居住問題 其實這輛車的空間是很可怕的 每次我們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找解決 就是我們用這條橋去解決這件事 香港的居住問題是一定沒有解決的 我昨天想了24小時 我回想,糟了,香港的劏房問題有沒有解決呢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對所謂居住的概念 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如你所說的 我們在一個定義裡面 可能要用多一點時間去想這件事 就是其實一個人在香港賺多少錢 值得住幾大地方 值得住一個什麼衛生環境的地方 值得住一個什麼政府資助的居住空間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 其實就是那些新聞呢 經常都見到 中大又出了一個調查 說青少年對這個政策 會不會滿意 就有3.幾個percent 覺得這個政府是零分的 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覺得 這個政府是五分或以下的 大家在想 喂,老老實實 這個問題出現了 有一個調查出現了 我們不滿意這個政府了 最後的傳媒就一定會引用那些所謂專業人士 就是要做這些調查的專業人士 就是你們 就說政府就沒有一個長遠的策略 什麼呢 就說什麼什麼政策 就是你看到所有議員都一定是用這個format 你說政改 就說香港沒有長遠的政治改革的政策 說人口政策 老蟬徒最喜歡的說 說人口政策 我們就說由於香港什麼新移民問題也好 什麼雙非學童問題也好 北區學額不夠也好 就說香港沒有長遠的人口政策 什麼鬼都沒有 不就有個長遠什麼房屋策略 什麼都道委員會 長遠都不是很長遠 只是十年而已 就是死不死 長遠也只有十年 十年其實真的不是很長遠 就是了 就是了 建一層樓 你們經常都說 不是你們了 他們經常都說 一棟公屋 由波取要建 到建得成 那些人進去住 四至五年怎樣都要 那你想十年你可以建幾多棟公屋 你還沒計算兩樣的 還要有時候要re-zoning 要找地 然後又要搞定一些區議員 區議員 你四五年已經是由區議會拍板 四五年就只是計算到 到入到去住 你都快了 沒有可能 我講的是裝托進地下 到你個人可以進去住 四至五年怎樣都要 可能孫女出生都還沒有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反過來說 我們這裡四個人可能覺得 我不知道Vincent怎麼說 可能覺得十年都不是很長遠 但是你反過來想 可能這種規劃 對政府來保留來說 很久沒有這麼長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特首都是五年 我為什麼要計算十年後的事 如果這個特首可以做十年 或者十五年 他可能就會說 長遠就是十五年 他現在做到五年 都不知道 現在聽人說 我們 反過來想 我想剛才也是 翻翻劍說的那個位置 就是說 可能就算最後解決了 劏房的問題 都解決不了主要問題 因為我覺得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 如果我們highlight了劏房這件事 好了,我們改善衛生環 我們發牌 我們用兩個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那是否劏房永遠就合理化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產除劏房政策 應該就是定一個標準 就是其實你可以把 現在所謂 這些所謂劏房的問題來講 其實你把規格提高就可以了 就是等於當年 我們說的所謂 就是床位的問題 是不是 那時候不是劏房 而是床位 那時候是床位義所 現在床位義所條例 是立法之後 現在所有登記的 這些所謂床位的執照 只有十幾個 床位住所就是龍屋 沒有了 這樣自然間沒有了 因為要做到那個標準 是很難的 所以剩下十幾個牌照 因為龍屋 就是那時候被人highlight了 然後我們就說 規管它要衛生 要有安全 我們最重要是有房安全 衛生 還有現在劏房 都有 剛才說的三毛變成三有 起碼有廁所 有廚房 有水 這一個問題 你居住的空間足夠大 如果你有這樣的標準 就可以了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以前都說 有床位 也有賓館 其實賓館 你以為很大嗎 走進去不是一張床 加一個櫃 沒有多少 那裡有的 其實你如果有機會見過 有些賓館 就等於我們現在說的 劏房而已 其實裏面也有一個廁所 獨立廁所也一樣 不過是沒有廚房 給你煮食的意思 其實呢 為什麼當時搞一個賓館 搞一個賓館的發牌呢 純粹都是第一 你賓館有個需要 你根本禁不住 你要是要規範它 希望你不會搞出意外 住的人 住得不會出事 這樣的話 我們就希望給一個標準 我們知道賓館要做了 我們賓館也沒有限制 聚洗面積的 你擺到便擺 沒錯 但我們在限制什麼 外面有個通道 如果你自己沒有導入廁所 有公眾廁所 其實這些東西 你需要消防設施 有人要管理它 因為最重要是這件事 沒有人管理它 因為你租的 這些東西 沒有人管理它 就大件事了 兩位 你兩位說的 其實和我又沒有什麼抵觸 因為如果你定了法牌規矩 好像當年搞龍屋一樣 阿坤哥也說 你定完規矩之後 那些牢規矩都沒有了 消失了 就變了劏房 對 市場的需求會流動 對 如果你管劏房 都會沒有劏房 我告訴大家 下一層是什麼 我改了什麼 精品酒店好嗎 不要叫賓館 精品住所 其實現在都有 現在已經出現了 這句說話 因為住屋的大小的需求 你說我們有一個理想的範圍 是有 就最好 但是某程度 也有個人自己選擇 為什麼何先生 你會覺得是理想的範圍 就是一個人 現在我覺得 就是回到那個 我第一個坐下來 扔出來的概念 香港的人 居住是人權 只是理想 這是你有權益 你有權利 去找你的住宅空間 這是對的 所以為什麼呢 政府也有公屋 有資助房屋 有一個市場去處理它 另一個我講的是 好 在市場上 我們公屋要繼續處理 但是私人 你也有一個選擇 你知道要大和小 這個我覺得 你不可以說要強制 它一直指哪個面積 其實你兩個講的 其實是黃坤剛才講的 不如我們 就是focus回到坤剛才講的 就是說 如果你立到條例 那個條例 有規定到那個空間 大概要有多少 設備要有什麼 然後定到這件事 慢慢提升標準 去到 覺得香港人應該住多少 起碼有一條起跑線去 去跑 我回去 如果是黃坤 你講到要這樣監管 劏防法 我先監管 先當條例 解決到 有什麼必須要監管 或者有什麼必須要寫得清清楚楚 可以符合到 阿健不覺得住的期望 和何先生說 基本安全的需求 我想其實 應該要兩條腿走路 就是剛才講 要規管 這是一隻腳而已 單腳很難跑步 但是難一點 應該是另一條腿 就是要增加公益 公私營房子也要增加公益 當私營房子增加公益 政府沒有辦法 因為自由市場 武力可圖 人們就不起了 但是公營房子 應該是足夠公益 問題是 你看回現在衍生的問題 不是九七年之後發生的 其實九七年之後 你說他怎樣不行也好 其實那幾年是解決了上高的問題 而且劏房 龍屋 板架房 這些都是基本上解決 就是二哥時機 供應很重要 你的意思是說 公屋搞得好 劏房也沒有那麼多 對 簡單 當然 具體來說 公屋的供應多 還要選擇性要多才行 現在選擇沒有什麼 有些在天水圍是比較多 東中比較多 假選擇 老實說 你 山場路遠來說 根本他很容易放棄 就算上了公屋來說 都是假的 所以你發覺這次的調查 大概有幾個百分的家庭 原來是公屋居民 他放棄公屋 然後回去住劏房 為甚麼 由於是太遠 計算數來說 如果這樣根本就做不到工作 回不了工 回不了行 所以搬去拿去住 你和阿健和Vincent都說了 你要追那個公屋供應 只是興建四五年 即時解決不了 即時解決不了 甚至乎超越了長遠貨物 這個有一個長遠的一個策略 和短期措施的問題 所以短期措施就登記 接下來就立法 這個有過程 立法 老實說就不行 那些事情 那些人可以穿著 我嘗試轉另一個角度說 如果我希望十年之內 或者十年之後 香港不用每個人都住到這麼擠迫 不用住這些 又沒有廁所 又沒有爐頭 又沒有水的劏房 希望做到這樣的 不要說是否這個特首做到 每一個特首都要解決這件事 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香港做得那麼辛苦 還要住得那麼擠迫 不要搞我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來做 當是一個解決的方向 十年之內 大家起碼不用住到這麼擠迫 要這樣去監管 短期內都沒辦法 這十年之內 都會有這樣的劏房 分隔房間會出現 那要怎樣 要有什麼要求 這個呢 面積我們可以談一個 現在有人在談 一個廁所 起碼要多大 有人這樣說 公屋的設計都有 有標準 其實是有的 不要笑 不是所有用最低的公屋的標準 最可怕的是什麼 公屋其實是最低的標準 然後我們把那個最低的標準 作為一個叫欺利的最終的標準 不要緊 不要緊 這件事本身已經不合理了 不是 這樣 不可以衰得公屋的標準 你講到最低的起步 或者成10% 成大10% 你任何東西都會有條線開始的 可以 我們先說 空間 我記錄了這些 空間 不良居所那樣東西 我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 你最要緊要解決幾個問題 不良居所包括 潛建 是不是空間裡面危險 包括是否身處在一個潛建的位置 第二 它是不是一個 現在經常說的 最低的意外 就是走火防火 它有沒有這個火警的危險 這個設計和建造 第三 要處理它的維生 其實現在黑房什麼都有都有 有些東西有槍 有些東西沒有槍 有些東西沒有槍 怎樣才會為之一個 我們可以接受的衛生通風 這個要定 定標準出來 接著 我會覺得 設施上面 你要它提供一個基本的設施 現在我們法例上都有的 一個住宅簡單一點 要有什麼 起碼要有一個廚房 有廁所 給它使用 你說廁所可不可以 公共廁所 當然不理想 長遠當然不理想 正體來說 最好就是 我們要求它是有一個獨立的配套 Vincent 走到這裏 我要折一折你 你的意思是否像 王Sir這樣說 立法例 起碼要有這些 立法後 要派人去抽查 走去嫌 是否這樣 其實 立法是一個最好的途徑 起碼 我們都說過 你先登記這些單位 其實你說住宅 其實已經有一個圖的要求 怎樣登記 登記 私人樓宇 私人樓宇 很難的 我知 就是我們賓館 當年賓館的要求 你登記了 但你屋宇舍走進去查 已經有很大的困難 現在有不到 你說要求登記也要立法 你看到哪一條法例 可以放在這個所謂的劏房 其實都是要立法 一定要立法 你沒有這個法律的要求 你怎樣去登記它 你有這個制度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個單位 你說這個 我覺得原則上 我們不會有反對的 問題就是 在香港 你立一條法例 在一個 連登記都可以 立戀進入私人業權 我很擔心 我們那個立法會 又不知和你摸多久 我們真是說solution 你明白嗎 我當你立法那件事 大家有了共識 有了標準 空間 設施 梁人居俄有了表準 立不立得版 comforting 立法這個是否真是但很適合 謝謝你登記查牌 都能入到私人居所 法一定會明顯 即是有物理的 你可以這樣做 不用留法的 都可以這樣做的 不用留法的 對一些懷疑 裡面有潛建 或者有火燭的危險 消防通道有問題 這兩個部門 消防主管處都可以入火燭 土耕仁大火之後做過一輪 現在最難是你怎樣去找到懷疑 再入去 你要法庭去支持你 判斷師說的話 問題在於現在所謂的劏火問題是無法可依的 你是觸發了建築物條例 觸發了消防條例 才是要執法 但不是等於沒有這兩個 就是發這兩條法的所謂劏火 就是叫做優良居所不等於 現在就有很多問題 所以就說這些法例 那怎樣寫 所以就要定一些標準 就按照這個標準來看 將來就要登記或者叫做拿牌照 很簡單而已 但是執法沒有問題的 執法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已經是有 你覺得不會沒有問題 現在其實來說 那兩個部門也沒有去執法 這幾個部門是不知道 具體來說 你今天的調查就知道有多少宿舖 我怎知道哪個單位哪個號碼 多少樓是有建的 不知道 你要找證據 說我想進去查 你都很困難的 早幾個月 有一個人懷疑他太太經營劏房 屋宇處按幾次鐘都進不去 說就說法例可以讓屋宇處入 做不做到的兩件事 不是 這個是同意的 所以你說其實兩邊 你要供應那邊 希望做多一些其他的另類供應 然後你的劏房需求少一點 但是你的劏房有在的話 如果你立法立了之後 那些人我不去報 你就算你立法是怎樣的 我不去登記 我不去登記 你捉到我放蛇 捉到我 好像賓館一樣 你放蛇捉到我才會告我 你放了多少蛇 是的 我都想問你 其實是的 只是你有法在 你怕人依不依 就是我們另一個 其實現在經常見到的問題 但問題是第一步 今天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 這個基本的制度在這裡 有講了有一個要求 有要求是罰則 你才會有些阻嚇 你不可能說 現在你走過馬路 都是不對的 紅燈過馬路 坦白說你都見有的 只不過你捉得嚴入 說到沒有是會罰的 你就少一點 不過這樣 雖然我覺得執法 立法都會有問題 可能還會拉布 不知道這些法例 一來就可能牽了法動全身 但我想問王坤一些背景資料 龍屋那次的經驗 又談到立法了 真的開始談了 談了多久 到真的好像出現到現在 若莫感的局面 都只剩下十幾個牌 大部分人都沒有 其實多久才發生 你應該討論大概是十年 都是要十年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長冊會有這樣的結論 立法會和市民有一個共識 我們都要期望2023年 才差不多沒有了 所以應該有一個短期措施 不是等運動 比如說 我不是等運動 我只要做事 只要做了那些事十年才出現 合理等待 坤哥 合理等待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提醒過 其實政府為什麼不可以用一些限制土地 建一些所謂的臨時的房屋 所以臨時不是很簡陋 很差 不是 就是類似現在中主屋一樣 其實建築成本 在廊邊中主屋更貴的公屋 建築成本 它是組合式的設計 當然將來怎麼設計 另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現在有大量的土地 為什麼不用呢 當然如果你長久來建公屋 可能是牽涉到很多的長遠的用途 但是你十年八年都不用 為什麼不用這些用途 可以吸引一些住在板間房 劏房的一些家庭申請進去住 當然這些人 你說為什麼不立即讓他上公屋 問題是公屋現在輪候拆 在排隊 你突然說 我們這班人可以優秀上樓 使得將來擺監火 多個問題是否更嚴重 坤哥 我們不夠熟場拆會的東西 我怕一去了供應那邊的問題 我們完全討論 但是我可不可以 在我們再休息30秒之前 我聽到幾樣東西 我總結一下 你告訴我 我聽一下是不是 我想建築 剛才再說一次 就是在香港究竟最低限度住多少 千萬不要說公屋那個叫做合理標準 公屋那個叫做最低標準 總之低過那個標準 大家應該不用說話 但是高過那個標準 或者用那個來做標準 可能甚至乎高多少才行 這個我想要討論 立法會可能有一段時間討論 這個不用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 反正我覺得你說的那個很清晰 第二就是不良居所 剛才黃坤提了出來的一件事 我覺得不良居所是沒辦法討論的 即是僭建危險 走不了火 其實那個真的沒辦法討論的 要立即做事 要立即做事 未立法都要用現在的法例做事 現在有法例可以做到 要多很多人去放射 很多人去查才行 我覺得這個可以立即做 這個先醞釀一下 讓多些居所的人 我經常都說我很支持派多些人 給居所的人 真的讓他們走進去查 這個其實可以做定先的 有些前期的東西 全部折下 哪裏有不良居所 哪裏有僭建 哪裏都離譜 這個絕對可以做的 其實現在大部份的僭建都知道的 僭建加出來 一個半個騎樓 是否撿到法 你現在大部份都知道的 最後如果真的做個登記制度 好像幾位這樣說的 設施 我想會不會今次這個研究呢 其實已經在說要有幾個所謂基本設施 要有一個獨立廁所 要有一個有水的供應 還有有煮食的地方 是不是其實等於鋪定路了 這次這個研究 尼及曬頭來的 我自己以前做的政府的經驗 就是個可能性研究都是為政策鋪路的 就是 我想寫這個政策 我就做這個研究 然後就說有多少人有需要 接著社會就要有共識 是不是這樣呢 問了知識人士再問 如果在設施的內容來說 這三樣是基本設施 其實你一間普通的住宅 你都是基本設施 我不同意這個是基本設施 但我們指不指這些基本設施 指不指這些基本設施 因為我們最重要是這些 我們叫做 分簡單單位也好 其實目的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短期 我不是想住二三十年 一個短期一個家庭 或者一個人 他是過度 他是生活的 其中一個階段 你是短期的話 基本設施有在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 你再有其他的 當然社區設施 整個社區一起看 我講個別的樓宇 但是是頂不頂得順的 結構上 你又要他做廚房 廚房已經有條水喉 我跟你說 廁所有條水喉 頂不頂得順的 問題是有沒有一個好的設計建造方法 我們經常都說的 你問問 當你有一個基本限制之後 你就會發覺 捉不到十三間出來 我跟你說 OK 如果我要他裡面 中間的冷行要有1米050 有個闊度 每個單位裡面 走火通道裡面有一個限制 一個廚房的廁所 再加上如果你說要住的空間裡面 好 我期望他有一個窗 不算 我發覺 其實你基本上 你不拖到十三間出來 不可能做得到 明白 我想停一停 接著問一問 接著問了黃坤 我當做到這些事情 我又當不知道 為何有很多人 接著 真是 很快有些人有好聽話 改了這些事情 接著我問了結論 好了 即是說有很多人 會被人趕了出來 其實間接 沒有地方住了 那一群人 怎樣處理 就回到來講供應的問題 我想回到來聚焦說這件事 起碼我們剛才談了 有甚麼設施 有甚麼空間 怎樣叫做很不合理 尤其是我覺得 發展高局長 真的要打精十二分精神做這件事 上班第一天 已經被人趕了這件事 他可能是集無狂態 他當然要做這件事 負經請罪也好 甚麼都好 但我想過了這段 回來可否討論一下 真的有些人會因為這樣而 沒得出來住 例如黃角深水埗 他住黃角深水埗 還可能找到一些工 你說一會出來 你叫他去天水埗 粉體安工廠 不是吧 等於是失業 失業 其實是把房屋問題搬出去 被勞福局搞 這個問題 可否最後回來討論一下 可以 我想這個都重要 我不知道 測量師的角度是怎樣 有想法的 是不是 都有想法 好 那給黃坤說 然後見不見 我們用這個次序再聊一聊 好